黑鸢 黑鸢是少數會群居的陰種之一 相較於其他孤傲的猛青 黑鸢顯得相當另類 除了繁殖劑之外 黑鸢也常常聚在一起 但跟哈里斯不同 他們並不會團隊作戰 更多的是相互追逐搶食的戲碼 黑鸢其實生活離人類很近 常在港口、漁溫或農田找尋食物 基隆港邊常有黑鸢蜜食的身影 更因此被選為基隆飾鳥 黑鸢的體長在58-69公分之間 翼展約157-162公分 體重約在630-1050克之間 而跟姆哈大寶一起飛起來 還真的不分上下 但他們的飛行技巧可不是開玩笑的 跟哈里斯比起來 根本就是天跟地的差距 他們有著非常大的翅膀 但卻有著非常輕易的身體 造就了他們不費摧毀之力 就能輕而易舉地盤旋而上 以及像魚一樣的鮪魚 能幫助著他們控制著做各種急轉彎的技巧 而食性上呢 黑鸢的菜單大多以魚類腐蝕為主 所以如果常去基隆港口的朋友 不定時都會看到黑鸢在港口海面上做捕食的動作 但切記啊 觀賞就好 不要餵食喔 今天就幫你們介紹黑鸢的好朋友 紅鸢 紅鸢呢 是台灣五種合法母型之音 未來呢 老K也會更努力 去做更多合法母型的資訊 來分享給大家 紅鸢 紅鸢不論體長、翼展或體重 都跟黑鸢大同小異 就連飛行技巧也都一樣 講句白話一點的 就只是顏色上的差異而已 然而在訓練飼養紅鸢呢 可比大家想像的還要高很多喔 並沒有像哈里斯這麼簡單喔 今天就一起看看 到底差距多少吧 首先 現實面先來了解一下 價格上呢 就非常的不親民 紅鸢入手一隻呢 大約就要30萬的台幣 至於為何會那麼昂貴呢 以老K知道的原因有二 第一呢 繁殖不容易 黑鸢跟紅鸢一樣 個性敏感、膽小 而且容易緊張 所以在繁殖上呢 更為的困難 第二呢 紅鸢並不是國外所喜愛的鷹種 為何我會這麼說呢 我們所知道啊 歐美巡鸢的國家 大多都從事鷹列活動 而紅鸢並不適合 在國外的紅鸢 基本都是表演性質的存在 至於為什麼會不適合鸢列呢 這個是重點 後面再幫大家解答 了解完了價格呢 現在就講到飼養環境了 依大家所知啊 老鸢呢 平常沒事 就幾乎在漆架上面站著 但是呢 紅鸢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長翅膀非常的脆弱 輕輕的在地板跳一下 都有可能造成他們飛行雨的斷裂 所以知道紅鸢為什麼不適合去鷹列活動了吧 鷹血打獵呢 大多坐在地板上制服獵物 這麼脆弱的翅膀呢 可能在制服一個獵物之後 飛行雨都有可能這樣斷光了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呢 他們很少在漆架上面 他們就必須要有所謂的銀色 讓他們有足夠的空間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啊 少了束縛 也降低了他們飛行雨的受損 講完了價格及環境呢 現在就講到訓練了 在五種合法蒙期呢 訓練排名從簡單到難呢 老K把紅鸢排名在第三名 訓練上呢 也跟哈里斯截然不同 就連所謂的鷹床臉啊 也要付出的比哈里斯還要多更多喔 他站好高喔 有別於像哈里斯的基礎訓練 紅鸢的基礎呢 更著重在鷹的輕人程度 以及長距離的叫飛 因為紅鸢啊 膽小敏感 所以他必須更多家架陰上手 培養感情 你可能會認為啊 在路邊放著床臉就好 那可不行 因為他們的翅膀啊 非常的脆弱 大多出門呢 也沒辦法說放在七架上就好 基本上呢 都需要上手架走 而紅鸢本身的飛行特性呢 不需要像哈里斯要太多的教學 他們更能做很多的轉彎跟收斥的技能 講到這裡啊 徐大哥也透露 從路手到紅鸢解神呢 也將近花了快一年的時間 期間啊 也是好幾次需要開路找鳥 才能把鳥堡帶回來 所以這邊啊 又體現了GPS的重要性 紅鸢30萬 GPS5萬 再怎樣比 也不能讓30萬飛走啊 而紅鸢的飛行時間啊 都非常的久 基本上啊 一趟都能飛行到40分鐘到一個多小時 所以啊 都是放飛出去之後呢 回去車上看著GPS的導航 等他核實回來 而在一趟放飛結束之後呢 就收工回家了 再來訓練上呢 還有一個重點 紅鸢的捕食特性呢 跟黑鸢一樣 抓了就跑 所以在訓練紅鸢上啊 更不可能把肉放在手套上 他們可不像哈里斯 會乖乖的停在手套上吃飯 更有可能啊 就是抓了就跑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呢 在訓練上啊 駕鷹培養感情這一項啊 更是不能少 回手套上 才給予獎勵的基礎呢 更是要扎實 而現在呢 就讓我們欣賞一下 紅鸢背鏡頭的畫面 讓你們比較一下 跟哈里斯背鏡頭的飛行技巧 是不是很有不一樣的感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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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